2018年7月27日,期盼19的电影《西红石首富》正式开启了他的热影,影片讲述了混迹于丙及业余足球队的守门员王多瑜,因比赛势力被开出离队,后来遭遇意想不到的奇葩挑战。 一月之内,必须花光天降了横踩,值得一提的是,影片中出现了名叫广州横开的《山寨球队》,让人忍忍不禁,借最后大闪和横开0比9的简直这块没太明白想表达什么。 7月28日,正排球队广州恒大球员告临,关开了这部电影,并调侃到,这队名,这队夫,这队标,很有喜感。 随后,广大球迷,找出了刺山寨球队的喜感所在,广州恒大的名字,上海上高的队夫,武汉卓尔的标,值得提唱的是,电影中的王多瑜作为一名守门员,不想踢架球,坚守他的职业底线,并最终的金钱面前,受住了自己的人生底线。 这一点值得所有的中国球员学习。